Hello,大家好,我是杨丽 我们离开西藏已经差不多有20天的时间 在西藏我们已经一共待了两个月 所以很多该去的不该去的地方我们都有去过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西藏的攻略 一共的话是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就是我们要讲一些关于西藏前你所需要的准备工作 第二段我们主要讲从成都出发到达拉萨的中间这一段的人文与景点 那么第三段主要是讲从拉萨到施泉河 就是阿里县这一条路的一些人文与风景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有三段 关于去西藏之前我们要做以哪些准备呢 我们是自驾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关于自驾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是开车 那么西藏的话走318穿藏南线 所有的车子都是可以的 自行车小轿车卡车货车越野车 当然你一路还会遇到很多徒步的 所以说318这一条线的话是所有的车子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有一些景点它是路况非常原始 还没有被开发 那么越野车是最佳的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去走这些路 开越野车最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它的饮食问题 饮食的话这一路除了川菜跟葬餐以外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选择 川菜的比例占到达了90% 那么葬餐只剩10% 川菜的话因为我是四川人就不多讲了 但是我相信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应该都能吃得惯吧 另外葬餐的话 因为的确那个味道我有点不太习惯 所以我没有吃过葬餐 那么我在这里就不去多做评价了 第三点就是你关于你的服装衣服的问题 西藏的话它的天气还是有一点极端的 基本上每天都在一年四季穿梭 早晚是冬天 上午下午是秋天 中午又是夏天 而且紫外向非常强 所以你需要准备好一年四季的衣服 还有出门前你肯定是一定要做一些准备的 比如说你怕缺氧 你需要提前半个月去喝红景天 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起到抗高反的作用 另外的话你害怕缺氧的话 你肯定要准备几瓶氧气的 你可以提前在网上买好 但是你也可以到达之后再去买沿途售卖点很多 然后就是关于防晒的问题 可能这个问题女孩子比较关心多一些 但是我想说的是男孩子要注意防晒啊 不然的话你来一趟西藏 你最起码老五岁 防晒的话你肯定要准备一点防晒霜 然后眼镜 墨镜帽子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魔术头巾 就是我拿出来准备了一下 就是这个 它真的非常实用 可以从你的眼睛往下到脖子全部遮住 这样的话 然后你上面戴了帽子戴了眼镜之后 你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比你擦防晒霜都有用多了 所以我这个真的是五星推荐的 还有就是你中午的时候穿短袖 因为你要去外面玩 紫外线非常强 你要戴上一副这样的冰袖 不然的话会晒掉皮的 紫外线这边的西藏的紫外线真的很强烈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当时在西藏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帽子 我基本上在整个西藏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当时在西藏的状态 就算是穿短袖 我也是全副武装的 我强烈建议你这么穿 男孩子女孩子都要这么穿 不然的话真的紫外线太大容易晒伤 所以这样子真的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然后就是一个油价的问题 西藏的油价的话的确是比外面要贵一些 而且越往里面走越贵 所以你要出发之前 你每比如说你从成都出发 每见到一个一加油站 你就把你的油价满 因为这个油价 这个加油站 比如说它是五块 下一个加油站可能五块五 五块八六块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话 越往里面走越贵 所以见到加油站 就把油价满 省钱 我想说的是如今的318真的可以用繁华来形容 你每天进藏旅游的人真的没有五百个 最起码都有三百个 所以你每天在路上碰到本地人的几率 根本就不是那么大 基本上都是游客 当然好处就是你们可以走对外 而且沿途做生意的开店的 基本上都是外地人 西藏的本地人他不做生意的 顶多开个葬餐 而且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发展西藏 建设西藏 所以西藏这几年来说 比前几年也稍微建设的还算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来西藏没有任何问题 尽管来就可以了 好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 关于来西藏之前要准备的问题 虽然比较琐碎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用 也是我欧心逆学整理出来的 好谢谢大家 下一步我们接下来讲去到 从成都出发到拉萨的这一段 下期視野